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欧洲古典医学的传统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疾病 我们重点会放在两个重要的流行病 他们发生的前后时间差距大概接近差不多200年 可是就是说100多年 接近差不多100多年 而且都是人类历史上影响历史重大的 两个大的一个疫病 大的一个疫情 可是这两个疫情 对人类历史的 受到他们所 受到这个疾病所袭击的社会 或影响的那个社会 带来的后果相当不一样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其中第一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瘟疫 或者是黑死病 Prague 听过请举手 我想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疫病 欧洲中世纪的一个黑死病 或者黑死病 其实这个名词是九世纪才用的 但是就是说 以前都叫Prague 就叫瘟疫 那另外一个疾病 它其实不是一个疾病 是一个疫情 epidemic 读过钢铁枪炮与细菌的同学请举手 那你大概比较熟悉了 那个 读过哥伦布交换的请举手 那你应该蛮熟悉的 就是关于这个 美洲跟欧洲接触之后 他们所谓的生物学的后果 对不对 就是说 待会 你要不要想来下来 这就讲 美洲跟波州接触的生物学的后果 嗯 天花 就是 从欧洲大陆那边带来了一些欧洲大陆的天花 然后让美洲那边原本身的原住民 就是斯亚的国 然后从美洲大陆传带的是性病 然后让就是让欧洲的那群 不管是商人啊 还是一些殖民统治者 也带我们去原本的欧洲大陆 然后也造成欧洲大陆的疾病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疾病的交换 那 可是这个交换是不对的 因为它对欧洲的影响当然 美典仗是很通常的疾病 可是就是说 这个不对的 就是说 美典仗并没有导致欧洲的人口大量面相 可是 就是 第一方面来讲就是 比如说过去的疾病 其实不只是天花 包括其他的 就没做那么重大的影响 这两个疾病都是 杀死大量的人口的疾病 我们已经很早见到这样的疾病 比如说 那后来的时候 第一次四星大战之后的流行性很好 去估计大概自从死刀4000万人 这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pandemic 就是influenza pandemic 可是我们在历史上 好像很少在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结束 他有想要在这结束的事情 那 可是他的影响没有 没有是两个重大 就人口的履历来讲 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两个疾病 首先呢 这一堂课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环境 贸易 交通 跟疾病的关系 商业 人口 我们今天所谓的环境因素 那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就是说 就一个重大的新的疾病产生之后 以前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都会跟同学讲SARS 可是现在讲SARS 你们那时候应该都很小吧 SARS那时候你们年纪多大 小学 所以记忆不深吧 大家戴口罩坐捷运这样 以前在上课的时候 我高中我那时候大一什么都 还能还能 比较容易举这个例子 现在举这个例子好像不太容易哪用 就是说 当一个重大的疾病产生的时候 其实社会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有各式各样的反应 那我们会来讨论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所谓的自然的因素 环境的因素 这主要是指示环境的因素 对疾病有关 跟疾病有关系 那第二个 我们要讲的是说 社会会有什么反应 还是说社会因素会有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疾病的后果 这种流行病的后果 重大的这种流行病 会带来的后果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造成带来很不同的后果 在不同的社会因素底下 那大家都读过历史 就高中读过历史 罗马帝国不亡之后 欧洲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乱 有法叫黑暗时代 然后进入所谓中世纪 所以欧洲分崩离析 有很多小的公侯国组成 彼此打来打去 像战国时代一样 然后旧世界那时候 所谓旧世界就是欧亚大陆 新世界是美洲 还有大洋洲是新世界 就是说澳洲这些的 但是旧世界欧亚大陆 的重心是在亚洲 是在 如果讲欧洲附近的话 就是拜占庭帝国 还有伊斯兰世界 就是阿拉伯兴起的伊斯兰世界 然后阿拉伯的帝国跟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 罗马分裂成两半 西罗马灭亡 以意大利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灭亡 可是就说在拜占庭 在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 拜占庭帝国还在 直到后来才被奥图曼帝国给灭亡 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堡 在土耳其 可是到了西元1400年的时候 欧洲合并成几个强大的国家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法国 然后奥地利等等这些强大的国家 那时候叫做哈布斯堡王朝 然后几个强大的国家就是 开始跟伊斯兰作战 然后比如说葡萄牙跟西班牙 结合成的十字军 把从北非的摩尔人占领西班牙南部 本来像格拉纳达那些都是伊斯兰在统治的 把他们赶走了 然后开始在争锋 另外就是争夺地中海的航运权 另外他们要往东方走 为什么要往东方走 因为他们要找香料 要跟东方直接贸易香料 然后丝绸 瓷器等等 这些都是昂贵的东西 香料用来干嘛 你知道吗 让食物变好吃 让他们的食物比较有变化 有味道 香料是奢侈品 你说什么 可以麻醉 不是吗 有几种 可以麻醉 不是不是不是麻醉 那个香料是一种 是调味料 那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个什么 肉桂啊 胡椒 胡椒特别重要 以前胡椒是可以当像黄金一样在用的 因为它是很贵 而且胡椒不太容易坏掉 可以放很久 胡椒又很容易分 你黄金要切块不太容易 胡椒很容易把它分成分量 又可以称重 可以当货币用 那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呢 一方面就是说 贵族吃东西要调味 这是奢侈品 就像现在名牌东西一样 第二个就是说 它们肉品的保持 香料很有用 除了盐 盐之外还可以加香料 盐肉 因为 比如说牛羊羊 到了秋天吃了肥肥的 可是冬天没有炒 它又会瘦下來 你好不容易把它养肥 当然冬天来之前就把它杀了 杀了之后没吃完 冬天你还可以放在什么 冰柜啊 用外面的雪 冰雪来保存 可是到了春天如果还有肉的话 你就是要靠这些东西来保存 所以它是很贵的东西 那香料欧洲本身不产 在印度 产在印度 产在现在印尼这个地方 所以要找这个航路 这是很 很这个就是 是一个很赚钱的生意 可是也是艰难而辛苦的 所以要一直要找很 比较近的航路 那欧洲呢 我们今天在讲就是说 欧洲在18、19世纪兴盛 变成称霸世界 可是在这之前 比如说大英帝国是日部落帝国 然后海军很强 大家都知道吧 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他海军最强 那其实欧洲西班牙 法国这些都是海军强的国家 对外航行 这对他很重要 对他的这个帝国建立很重要 可是在这之前的帝国 我们之前读到历史上大帝国 不管是所谓罗马帝国 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汉唐 或者阿拉伯的大石帝国 或者是这个后来的蒙古帝国 或大清帝国 或是印度的蒙古儿帝国 或奥图曼帝国 这些都是陆地的帝国 各位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都是勇武民主建立的 起码运动快 速度快 然后他们善于弯弓射箭战立墙 可是到了17 18世纪 就是说到了这个 其实到了这个15世纪之后 到了16世纪之后 就是所谓进入大航海时代 这个军事就 趋势就还在改变了 而到了17 18世纪 欧洲就起来了 那掌握海权 变得比这种陆地上的帝国更重要 而对他来讲 他是欧洲本身 就有这样一个优势 他四面环海 欧洲其实是个半岛 欧亚大陆你如果把它 欧洲跟亚洲 你看成一个大的大陆 欧洲是个半岛 然后呢 他环绕着海 波罗地海大西洋 然后温带是森林 他是温带森林 本来是欧洲覆盖的森林 各位读过很多童话吧 小时候 小红帽 还有一些关于什么小熊 什么姜丙屋 都是什么 跑到森林去碰到什么 熊啊 狼啊 坏蛋啊 然后巫师啊 或者是什么精灵啊 对不对 你今天看魔戒 或什么哈利波特 都还有这种元素在里面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历史上 本来他是在 等于是跟在原始林搏斗 各位懂我意思吧 他这个半岛本来 大部分是覆盖的森林 他慢慢去开垦 慢慢去开垦 而森林里面当然有很多野兽 你觉得是个神秘不可测的地方 所以这个文学作品的类型 其实 某方面来讲反映他们的历史 各位懂我意思吧 可是要到西元一千年左右 欧洲的森林跟农田的比例 才有利于农耕 所以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然后呢 各主要流域都是按着 各主要区域都按着河流发展 这个很清楚 台北是沿着淡水河 因为灌溉跟交通 各国也是一样 泰晤 法国的塞纳河 英国的泰晤士河 中欧的莱茵河 葡萄海 泰酒等等都是这样子 中世纪 在这个 罗马长期战乱之后 中世纪进入稳定时期 然后商业开始繁荣 然后这些国家开始就是 这些小的公侯国 和并成大国 可是慢慢的就是说 在商业繁荣 政治安定之后呢 人口就会增长 对不对 之前战乱时期 人口不容易成长 可是现在安定繁荣 人口快速增长 可是到了这段时间 到1300年的时候 就出现问题了 就是说粮食的增加 需求增加 超过农地开拓 跟技术改良所能提供的 导致粮价上涨 粮食供应不稳定 在1315年跟1317年 又发生一系列的饥荒 就人口太多了 食物不够了 就会饥荒嘛 这时候乌肉又逢连夜雨 又出现一系列 羊跟牛的穿人病 那 各位听过马尔萨斯的理论吧 谁可以讲一下 你要不要讲一下 这位男同学 我看你在点头 粮食会以等差级数成长 可是人口是以等比级数成长 所以粮食到最后 会不够给人口供应 对 我们想好了 假如说 一个家庭生四个小孩 其实在古代 不只生四个小孩 常常生十七个 一方面说 小孩子夭折率很高 你如果去看那个历史人口学统系 说哇什么 他们那时候平均寿命三十几年 四十几年 不是说所有人都活到三十几岁就死掉 而是说 因为太多小孩子在出生没多久夭折 所以那个统系下来是拉长 可是如果小孩子可以长大 比如说 有我们以前说满月是个重要日子 或者一周岁是个重要日子 因为表示说你养到那个时候 就是他生存的几率大很多了 那 所以呢 小孩子又容易夭折 然后呢 大家生很多 因为尤其是农业社会 他觉得人多好办事嘛 就是要劳动力 所以呢 比如说一个家庭好了 他生 我们说很少 其实四个是很少 不过 我们先用四个比较好算好了 一对夫妇生四个小孩 然后这四个小孩又结婚 八个 八个 四个小孩就八个人结婚 对不对 然后就变四对夫妇 四对夫妇平均就生四个小孩 就十六个 然后十六个又十六对夫妇 四个 又三十二个人 又生就变六四个 对不对 所以他是二乘二乘二乘二 对不对 如果他生八个 就乘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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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是几何极数增加 可是他们 马尔萨斯说 马尔萨斯是十八世纪的人 那个时代已经对于科学跟技术的进步 有很大的信心了 可是他还是觉得很悲观 就是说 我不管再怎么努力去改 那十八世纪是谈農业 最流行农业改良的时代 大家都在谈怎么改善农耕技术 可是他说我不管农业技术怎么改良 去育种 去开阔 开阔那些本来不能开拓的土地 比如说去见灌溉渠道什么 再怎么样 也只能是等比急速 等差急速增加 就是说加二加四加六 这样一代一代的时间 所以一定赶不上 那赶不上就会出现状况就是说 饥荒 第二个 疾病会流行 为什么 因为人饥荒就营养不良 免疫力就降低 还有呢 这个战争 大家没有食物要抢了嘛 为了生存要打要抢了 政治不稳定 会革命动乱 中国不是历代王朝被推翻 都是因为农民起义嘛 通常跟饥荒有关嘛 那所以呢 另外就是这个 中世纪前面讲到他本来经济稳定 人口稳定成长 这带来这个城市跟贸易的兴起 可是城市跟贸易的兴起 带来传染病流行的条件 为什么 第一个城市 大家住的怎么样 禁 粪便 污染 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 那时候没有卫生下水道 然后呢 空气传染 对不对 飞沫传染 你如果是住在农村 大家住的隔很远 偶尔才打个招呼 不太容易传染 对不对 但是还有就是 贸易就 贸易就会你来我往 我到另外一个城镇去做生意 你到这个城镇来卖这个东西 带来传染病有利的条件 那这个是欧洲那时候的主要的贸易路线 你可以看到 从陆路 从这个康斯坦丁堡到这个 卡什格尔 然后斯路 然后到北京 到这个广州 那比如说从海陆 你可以从地中海 然后呢 就是过来 然后这个 这个是到地中海过来 然后到这个 这个红海 然后荷姆斯 不是波斯湾 荷姆斯海峡 然后到印度 到这个 马六甲香料贸易 或者从另一边 这个 从这个苏伊士地峡过来 现在有苏伊士运河 然后苏伊士地峡过来 然后这个雅丁湾 然后也是过来这边 那以前非洲 以前欧洲人就很想说 看能不能绕过非洲 过来 找新的航路 或者 哥伦布就想往东方走 走另一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走 看能不能 往 他们应该是他们的西边 往西边走 看能不能绕过去 这样子 才会有什么 发现美洲这个事情 那瘟疫来到欧洲 可能是由中亚过来的 那最早在1347年 出现在西西里 西西里在意大利 因为 意大利那时候 是欧洲的贸易城市最多的地方 那些所谓的城邦国家 威尼斯 佛罗伦斯 都是一个独立的城邦国家 然后呢 最早出现在西西里 然后1348年 由陆路传到披萨 比萨歇塔的披萨 然后海陆传到马赛 在地中海贸易 法国南部的马赛港 然后呢 短短一年就散播到西欧跟中欧 大部分的地方 还有英格兰南部 然后1349年很少整个英国 然后1350年在北欧跟东欧 造成严重的疫情 所以他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这样过来的 所以总共差不多花了三年时间 这已经是很快了 其实算起来是很快 一个 传遍整个欧洲 不过现在当然更快了 SARS那时候就是说 我记得当年很清楚 那一年的 前一年的冬天 台湾的报纸那种大陆版 开始有在报导什么 广州有神秘肺炎 那时候还没叫肺炎 然后他说什么 大家说喝白醋可以炙 所以那个地方的醋都卖光 大家都买不到醋 那时候看到新闻 一直没觉得没什么 因为那时候很多大陆猎奇的新闻 什么中国大陆 什么发现什么三头怪人 什么这种新闻很多 那时候还刚开放 大家都喜欢报一些 大陆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没什么特别注意 可是到后来 那年春天 疫情就在香港爆发了 各位如果记得的话 是谁带过去的 你知道吗 所谓零号病人 是一个从广州到香港开会的医师 然后他就死在旅馆里 死在香港 然后跟他住同一个旅馆 就很多人被传染 对好像在拖在电梯 还是什么之类的 好像在从电梯里也传染 然后马上就传到 新加坡 加拿大 台湾 就跨州传染了 为什么 因为有喷射机的时代 香港又是一个重要的旅游 跟贸易的中心 所以交通工具越快 这个贸易旅游越频繁 这个疾病快速传播的可能性越大 那这个是花了三年 这是他散播的路线 这个是从温义与人那个书来的 你有兴趣可以去对一下 就是说跟刚才的贸易路线 如果对一下的话 就是会发现 其实是很接近的一个路线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 这瘟疫是最重大的疫情 那时候没有什么死亡登 很严格的户口制度死亡登记 所以我们不太清楚 可是在欧洲很多地方 会有教堂 会有出生跟死亡的记录 Paris record 在那个教区 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稍微拼凑一下 可是不是很准确 因为那不是现代国家在统治的 所以人口死亡 尤其有个地方都死很多人 他根本没有登记 所以大家只能粗略的估计 估计说死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有人说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 这很惊人 假如台湾死百分之三十人 那会死多少 死七百多万人 那如果是死百分之五十 会死一千多万人 那其实死那么多人 那个社会受到重大的炸死 那时候把台湾搞得天翻地覆 死多少人 各位知道吗 两百多个 那那一年 其实两百多个 其实跟台湾的车祸 感冒死掉的人 比起来都少 但是因为是一个新的疾病 而且他的致死率高 所以大家很害怕 所以引起天翻地覆 可是你想想看死掉这么多人 这很惊人 有一本书叫做《大义年祭祀》 是迪佛写的 Wilhelm Devoe 各位听过这个人吗 你在点头 你知道是谁吗 迪佛是谁 知道吗 Wilhelm Devoe Wilhelm Devoe 有人知道吗 有人读过《小人国》吗 格列佛游记 他是他作者 那他那时候 住在伦敦 伦敦有一年发生黑石兵 他就写日记记录那时候的状况 他就讲那个车子 晚上被马车吵了睡不着觉 因为那个马车就是 一车一车把尸体 载到那个大坑去买 因为根本没时间 棺材都来不及做 墓碑什么都来不及做 而且好像一整家死掉 也没人买 就是一车一车 像我们今天在清运垃圾 倒到什么福德坑一样 就是一车一车倒进去买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是很惊人的一个疫情 那我们一般认为他是鼠疫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 没办法找到病人来做检体 鼠疫的话 你要发现那个鼠疫感菌 没办法找到检体 所以学术界还有争论 那可是因为他的症状有些很像 比如说什么会发烧 头痛消化道有问题 然后淋巴肿大 那个Bubonic plague 鼠疫叫Bubonic plague 就是那个腹骨沟这边的淋巴会肿大 那所以很多人认为是鼠疫 而且鼠疫是个致命 如果没有抗生素治疗 这个是很致命的一个传染病 那根据有个瘟疫语仁这个作者 William McNeil他的推论 他有一个推论 那这是一个猜想 因为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 但是说他从历史资料做推论 他说很可能是蒙古人把他带到欧洲 带到中亚 然后再由贸易路线传到欧洲的 他说鼠疫的故乡在云南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推论 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 有一场大的鼠疫流行 全球大流行 而那个是从云南到香港的 那云南的涅齿类 是鼠疫感菌的处组 你以为animal reservoir吗 这个名词 以前上生物学有学过吗 就是说有些疾病是人畜共通的 那这个疾病本来是在动物身上 那通常那个动物的病情不会很厉害 他们好像有点共生这样 可能有些动物会死掉 可是有些不会死掉这样 就像我们大部分得感冒不会有事 可是因为某种原因 他从动物跳到人身上的时候 就会引起很重大的疫情 那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 我们大家很担心的禽流感 一个心形的流感 如果说他是从家禽跳到人身上的话 人没有接触过这类型的流感 没有免疫力可能会死亡率很高 对不对 那很多其实很多病都是人畜共通的 比如说牛他也有TB 他也有结合病 最近英国在很争论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要杀那个Badger 一种动物叫欢 就是有枣子然后黑白色的 为什么因为他是 他也是TB的这个animal reservoir 那牛可能会从这个Badger拿到感到疾病 可是牛拿到TB的话 你可能会喝牛奶 怕会被他感染 所以这变成一个食物安全问题 食安问题 那所以他们就说他们要铺杀 野生动物要铺杀掉三分之一的欢 那就很多保护动物团也在抗议 然后就引起一个政治问题 就这样子 那还有什么疾病有animal reservoir 各位可以想得到吗 伊波拉氏 它本来是Bush Meat 这是野生动物 因为他们吃那个Bush 非洲人叫Bush Meat 叢林肉 其实就是我们吃野味 然后吃野生动物引起来 所以很像SARS 什么吃果子里一样 艾滋 艾滋以前就是说 他推测是从非洲那边的猴子那边过来的 那也是吃Bush Meat 但是就是说 他们的One-Off 像艾滋是一次过来 他不会说 就是说 基本上开始流行 好像没有在一直信的一直过来 可是有的animal reservoir 是共通的 他可能会一直传过来 像什么 像那个各位听过昏睡病吗 Sleeping sickness 是吃营传染的一种寄生虫病 追行虫 那英国人在20世纪初的时候 在非洲碰到这个疾病 那因为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疾病 因为大流行 是因为殖民主在那边大开墾 以前非洲人是火耕的 他到这个地方 他就烧火去耕作 然后去那边放牧牛羊 然后耕作一记之后就换地方 但火耕的过程中会烧那个草 那个吃屍营就被赶走了 可是英国人 这些人来就是在当地建立大牧场 然后就开始养牛 就不是火耕了 就定下来了 结果吃屍营就造成这个 昏睡病先是造成牛的大量死亡 后来就开始传到人身上 这是破坏生态引起的 然后他们就想说 我要怎么消灭这个病 消灭这个病 是不是消灭吃屍营 或者是什么 怎么样解决 可是他们发现 或者说 我们把所有病人都隔离 像比利时那时候 就是说在钢果 他们就把所有病人都放在隔离营区 用军事手法来处理 可是英国人后来就发现 这个办法没办法解决问题 为什么 他们发现很多野生动物都有吃屍营 什么牛铃 很多些羚羊 连鳄鱼都有 就是会感染到 体内都有追星虫 所以只要这些追星虫 还在野生动物体内 还有吃屍营 它就有可能再传染到人 所以有人给他建议 有公共卫生专家就说 很简单 我们就把所有野生动物 通通杀掉 那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是又有保护动物人是说 不行啊 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很多都要解种 我们要保育动物 当然后来英国人没有把他全部杀掉 可是就是说 Sleeping sickness 直到今天都还是一个很难扑面的疾病 因为他有这个reservoir 那鼠疫也是 就是说他是虐齿动物 他说他的推测就是从云南 他本来云南虐齿动物有 他说他把他带到这个 这个中亚的大草原 那变成虐齿类什么 土拨鼠 就变成他的animal reservoir 然后呢 这个 当然有个难题就是说 他这个解释有个漏洞 我们可以先来做一点历史的 通脑体操好了 历史学家常会有些事件把他连下来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多 这有一些文献而已 我们没有很多这种 实地的证据很难找得到 比如说我找不到被感染黑死病人 去给他做病理解剖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有这个俗医感菌在他体内 做细菌学检查 没办法 那所以他说 各位读过那个什么 像什么 什么色雕 神雕虾驴 什么天龙八部 不是蒙古大军 后来到把什么 把大理国灭了吗 大理国不就在云南吗 然后又回去吗 可是 蒙古大军要灭大理国之前 要先把送灭掉 对不对 他要回蒙古还是要经过中国 所以呢 理论上中国会有疫情 可是在1331年的文献里面 并没有这个疫情 所以就是说 他如果是蒙古军队带回去 为什么 他路过中国会没事 路过时间还蛮长的 不是像现在去什么 中山分局去路过而已这样子 就是路过时间还蛮长的 所以 就是说怎么会有瘟疫 可是就是说 瘟疫确实在跟着蒙古军队 确实出现在战争的时候 就蒙古军队在打克里米亚 现在很热门的俄国 克里米亚那个地方 在打克里米亚 在一个城市的时候 曾经蒙古军队 内部发生严重的疫情 军队撤走之后 那个城市里面也发生疫情 所以大家在怀疑说 是不是跟蒙古军队有关 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 因为他军队行动很快 一直在移动 那他有粮草 他有这个补给品跟着他走 老鼠很容易就跟着走这样子 那这个战役那时候有很多传说 还有人说什么蒙古人把尸体 用什么 像摩剑那个投石器那样 把他丢到城里面 然后城里面就得了这个疫病 其实这可能是传说 应该是没有这种事情这样子 好 那他的推论就是说 瘟疫随着北方镍齿动物 跟欧亚草原贸易商对传播 花了15年抵达克里尼亚 而正好这个意大利的城邦的这个船只呢 突破摩尔人 我们先讲就是说 北非的摩尔人不是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吗 意大利的舰队那时候突破他们的封锁 开始跟这个中亚贸易 而且船那时候船只有改良续航力强 成为这个老鼠 各位知道那个老鼠就 各位以前看这个电影什么 老鼠从那个船的那个 那个懒声 船不是要生日绑在港口 老鼠就验证那个生日跑下来 有没有看过那种电影或卡通那种画面 就这样子 他是理想工具 可是呢 像这种后 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够去 回去采样 所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出来 那些做生物史的 喜欢做回头做诊断的人 常常会用他们现代的医学理论来回去看的话 常会提出不同的解释 像有个动物学家就说 可是你说他是鼠疫 可是为什么人烟稀少的地方 跟人口多的地方 疫情都很严重 这不太像 还有 他说中世纪瘟疫有时候会在冬天爆发 可是鼠疫主要是在夏天发生的 然后呢 罹患瘟疫的人几天就死去 但鼠疫的人要一两周才死去 所以他说这个比较像是碳趋热 比较不像鼠疫 然后最近 因为这个slide好久以前做了 就是说 其实现在已经十年前了 十年前有个流行病学家 跟一个历史学家合作 他把在一些死亡率 这些什么发病的这些数据输进去 各位如果以后读流行病学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这种流病的这种电脑 model去跑 资料输进去跑 然后去推测它是什么传染的 他们输进去跑 然后就说 这不太像是鼠疫 这像是这个 类似伊波拉的病毒 一种新兴疾病 那我们不用去管 各位如果对这种事情有兴趣 你也可以去做这种研究 如果说各位未来有兴趣的话 可是就是说 我们这边先不去管这个 就是说 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大部分历史学者认为 瘟疫就是 黑死病就是鼠疫 可是一直有少数人认为不是 而这种争论是不太容易有定论的 因为你没办法去采样 你可以用各种医学理论去解采 而你用现代医学理论去套过去的史料的时候 因为史料本身不是那个样本 不是那个生物样本 所以你永远可以做出各种解采的 其实很多自然现象也是一样 如果你跟我是导生主 要去读那本如何思考医学的书 你会发现就是说 很多科学争论通常 很难一刀必命的 就是说大家会争论很久 通常一边赢另外一边还是会坚持己见 然后一直吵到后来这样 像那本书有讲一个 维他命C到底能不能治疗癌症 那个鲍林 那个莫贝勒讲得主跟一些医生的争论 鲍林一辈子不承认他错 他说我太太吃维他命C 就活了比较久 他太太得了胃癌 然后吃维他命C 吃了活比较久 那这种东西你就很难争论到底 就是说通常输的一方 就是不会认输的 就一直坚持到他死这样子 可是我们不管这些事情 那我们先讲说 接下来看看就是说 好 我们先不管说它是什么东西引起的 我们先算说OK 它是老鼠引起的 鼠疫引起的 那社会会有什么反应 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一个 虔诚的一个基督教社会 中世纪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 这是神的处罚 我们上一堂课不是有讲吗 那些神庙相信这个 我们到今天都有很多 对疾病的想法都跟宗教有关 烧王船这些 那在那个很虔诚 基督教会影响力很大的时代 很多人想法就是说 这是不虔诚 为什么 因为意大利这些地方就是说 经过中世纪这段繁荣时间 城市繁荣 那种消费 大家过好日子 温饱思淫欲 大家开始有些人过奢华的生活 有些人过着放荡的生活 所以他们就说 因为我们放荡不敬神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惩罚 那要怎么办 就是要悔改 礼拜 忏悔 祷告 朝圣 举行大型的宗教仪式 礼拜 那种宗教游行 这游行不是 大家会学着耶稣扛十字架吗 那很重 当作对自己的一种忏悔跟处罚 在以前在 现在比较少见到 以前在菲律宾这种 宗教节的游行 有人还会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像我们的鸡瞳 鸡瞳会拿东西刺穿自己的嘴巴 或者鸡瞳会拿狼牙棒 把自己打全身是血 你们在台湾有没有看过这个 台湾现在还是有 就拿狼牙棒 把自己打的全身是血 这样才会出神 那我们医学解释会说 因为他这个疼痛各种刺激 让他进入恍神的状态 可是就是说 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仪式的一部分 那时候就是说 很多这种忏悔 就是说 禁食 然后鞭打自己 然后穿那种会磨破皮肤的 粗的衣服 睡觉不止没有床垫 而且还故意把床放一些硬硬的东西 凹凸不平 让自己睡得很不好 所以那时候在修道院 常常出现两种现象 一个是他梦 修女 有这种vision 零事 看到耶稣来找她 说你是我的新娘 什么之类的 你要一辈子奉献给我 什么的 这种常有 还有一种是集体被鬼附身 被恶魔附身 在修道院常有 那我们今天的角度就是说 因为他常常 fast 一整天不吃东西 有没有 他又这样鞭打 又这样 所以很容易这样 出现幻觉 可是在那个时代 他们会说这是 要么就是神机 要么就是被恶魔附身 那要做这些事情 那这是一个版画 他画的是什么 是死亡天使 在这个有罪的家庭的门口 做记号 点名做记号 台湾话 这个是 意思就是这家要倒霉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就是说 因为黑死病的时候 其实他 死的是一整家人 而不是一个人 那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 是很容易理解吧 家里有一个人得传染病 很容易其他人都被传染 对不对 可是在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你看这个 这一家人不敬拜上帝 有罪 然后被降下瘟疫惩罚 而圣经里有这些类似的故事 什么出埃及记 有没有 这个上帝降下这个瘟疫 什么消灭埃及人 然后以色列人要在门口做记号 才不会被瘟疫 才不会被消灭 杀死 对不对 在这个出埃及记有这样的故事 所以 对他们宗教来讲 可以用宗教这种角度来理解 那 鼠疫 怎么传染各位知道吗 然后我们说黑死病是鼠疫的话 鼠疫怎么传染各位知道吗 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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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咬 鼠疫是细菌疾病 可是它是 跳蚤 经过跳蚤来传染 其实很多透过节肢动物 昆虫或节肢动物来传染的疾病 就是它这个宿主就是比如说像鼠疫或者像灯隔热或者是像这个malaria这些东西 它是怎么样透过钉咬 我们被文字钉不是会痒吗 为什么 它 一些化学元素或者化学成分 或者是像麻醉 然后最后反而在里面制造成一种氧的感觉 麻醉吗 是麻醉吗 主治安吗 主治安是咱的反应嘛 过敏的反应嘛 抗凝血嘛 抗凝血嘛 因为它如果去吸血 然后你的血液凝固的话 它不是 它不就被 它就会黏在你身上 你就像个补银 补银子一样 那它不死定了 你看到 这个蚊子 嘴巴黏在我这个 口气黏在我皮肤上 我趴一下它飞都飞不掉 对不对 它抗凝血液 可是这东西会引起主治安反应 会过敏反应 所以会痒 可是很多这些传染的过程 就从这里来 像这个 有的虐原虫 它进入蚊子体内 它会一直往胸腔 往头部跑 那同时 进行这个 所谓的这种 它进入一个 它会所谓的 所谓的四代交替 或者是那种 就是说它会有两个 一段时间是有性生殖 这一段时间是无性生殖 那个 你们读虐 以后读虐习就知道了 那 跑到这个口气 我们读书讨论 就会读到这个东西 那个 报告那一段 就是热带医学那段 跑到这个 分泌物 分泌 我们把它叫唾现好 其实也不是人的唾现那样东西 就是 我们姑且把它叫唾现好 就跑到那个地方 然后就 跟着那个分泌物 就进到人体内 或者它叮着哺乳动物 体内就 就感染了 那 这个也是这样子 鼠疫也是这样 这是一种 它是个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这样 这样传染的死亡率在百分之七几 百分之八几 很惊人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传染方法 各位知道吗 有听过 这个叫腺鼠疫 因为就是 proponic plague 就是淋巴腺会肿起来 它有一种鼠疫叫肺鼠疫 听过吗 肺鼠疫是咳嗽 因为得了鼠疫的人 病人他可能会咳嗽 那个飞沫也会传染 你家人照顾他吸进去的 也会传染到 得肺鼠疫的话 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 所以这个死亡率很高的 所以会整家死掉 这样是常见的 可是他的理解就是说 这家人有罪 然后被处罚 这个图当然是有点夸张的 因为这是后来才画的 举行这个葬礼 牧师在讲道 乱葬坑 然后这些尸体这样 一批批倒进来 那可是这种乱葬坑 那实在是很普遍的 因为死人太多了 可是又有人反应不一样 听过十日坛吗 有 看过吗 他其实十日坛的故事就是说 有一群年轻人 这个城市里发生了瘟疫 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 乡下的别墅去躲避 他们想说瘟疫来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掉 那干脆我们来喝酒聊天好了 然后晚上就讲一些黄色故事 黄色笑话故事这样 要是今天 大家可能是晚上上网看A片 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们是彼此讲一些 黄色故事 然后呢 有点色色的故事 然后就是 有点好笑的 然后就变成 他是借用这个形式 就是说故事里的主角 讲这些黄色故事 然后这些黄色故事 就是变成十日坛的主要内容 可是其实意思就是说 那时候就是 大家放纵欲望好好享受 因为朝不保夕 我明天搞不好就死了 那既然我还有钱 还可以享乐 还年轻 那我怎么不 现在赶快愉快一下 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社会的反应有很多种 有时候会找替罪羔羊 说这一定有人阴谋害的 那比如说 那个时代就是说 有人在井里下毒 那带来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 比如谁 他们就说是犹太人 犹太人跟欧洲基督教徒是不同信仰 各位知道吧 犹太人是信犹太教 他们不相信耶稣的 那 他们认为弥赛亚还没来 那 欧洲人则认为 犹太人是 谋杀救耶稣的人 的民主 因为耶稣是被送上帝 是不是这样 不是说 罗马总督说 你要问那些犹太人说 你到底要 我可以特赦一个人 你要特赦耶稣 还是要特赦这个 无恶不作的强盗犯 比如说 你要特赦耶稣 还是要特赦正解 那犹太人都说 我要特赦正解 就是特赦一个 恶名招杠犯人 因为耶稣就是那时候 得罪了很多犹太的既得利益者 就是那个 祭司这个阶级 所以很多人很恨他 最近有本书叫什么革命加耶稣 不是吗 翻成中文 他把它解释成 他是一个革命分子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欧洲人对犹太人有歧视 犹太人很多工作不能做 他没办法进大学 因为他不是基督教徒 所以他们常常做的工作 做生意 放贷 可是放贷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欠钱的时候 你借钱给我很感激 等到你要我还钱 我就很恨你 你有没有同学跟你借钱 有这种经验 他借你钱的时候 你很高兴 等到他跟你要钱 你这算什么朋友 你是我的敌人 会不会这样 那 就是犹太人 故事常常被当中 放高利贷阴险的人 在欧洲的这种 这种歧视性的这种文学作品 或什么 莎士比亚的 威尼斯商人就是这样的作品 所以他们常常被 是一个度恨跟怀疑的对象 所以 发生这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当作替罪羔羊 被攻击 那有时候这些攻击 是故意被挑起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欠他钱 我如果说是他阴谋 大家把他打 打一顿把他赶走 或者把他杀了 我就不用还钱了 有些像在法国 有的是皇室缺钱 那干脆就是 整数境内的犹太人 然后把他们的财产没收 就有发生这些事情 那 所以疾病的时候 往往会 疫病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历史学者 医学史学者 特别喜欢研究 文艺 或疾病 这种严重的新的传染病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候 很多社会的矛盾跟紧张 会爆出来 大家威夷不安 彼此不信任 恐惧 那很多紧张 在这种气氛之下 很多这种 不信任 这种紧张关系 这种矛盾 平常还可以 保持距离相安无事 那时候就会爆发出来 不是绝对会爆发 可是有时候 就会爆发出来 那各位如果记得SARS的时候 台北市是 马英九执政 中央政府是民进党执政 其实两边 互相攻击得很厉害 当然 在台湾都没什么 因为他们什么事情 都会互相攻击 跟收水有一样 可是就是说 在严重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能会是致命的 这个是一个版画 画的是1630年 门南瘟疫 有男子 这两个男子 你看他 他手被钉在这上面 被怀疑是 上波瘟疫 于是先被刑囚 然后猝死 先被刑囚 然后这在刑囚 把它吊在轮子上等 然后呢 最后 火刑 还有一个是被倒掉的火火烧死 所以在那个时代是会这样子 这很可怕的 就是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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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今天说 怎么被强制隔离而已 这个是可能会死人的 大家怀疑说原来是你在经历下毒引起这瘟疫 医学界怎么解释 医学界其实很 基本上就是用 昨天上礼拜讲的课的那种 体液说来解释 就说 瘟疫怎么来的 就是有不好的东西发出腐败的物质 发出气体 有毒的气体 有吸进去了 导致体液不平衡 那怎么办 可能要调 放血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们对医学界的主流 瘟疫跟其他的疾病 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一个比较严重 可能那时候环境特别脏 或什么之类的 那也有人说 怎么会有这个特别的疾病 因为之前这场有彗星来 不是彗星撞地球 而是被哨把星的哨把扫刀 就是说 彗星经过地球 那个尾巴不是拖很长吗 他们就说 因为这个有不好的气体 会被彗星带来 或者什么不好的物质 有毒的东西 被彗星带来引起的 可是行政当局的反应 不太会这样 行政当局它一定要有作为 你一定要表示 表达说你有所作为 所以行政当局 基本上他们认为就是说 这疾病跟接触传染有关的 因为有些现象显示 它好像是跟这个外来的人 然后货物有关系 所以他们怀疑跟这个有关 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建立隔离所 医院检疫制度 改善城市的公共卫生 对欧洲那时候来讲 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是有用的 建立这个检疫所 改善城市的公共卫生 这是什么 医生穿黑色病病患 他们其他人讲 这不是化妆舞会 他不是鸟人 他是个卫生官 负责检疫的 那因为他们知道是接触传染 那时候接触传染 他们的概念并不是我们今天的细菌 他们的观念是接触传染是一种像是酵素或染料的物质 其实中文跟英文那个传染这个字都跟 常常跟染料这个字有关 沾上被染上了 中国人讲传染 染是从染料这个概念来的 那基本上是认为一种有毒的物质 你沾上比如说 这个去年有天花流行 结果呢 今年冬天你又去当铺买了这个便宜的衣服来穿 就穿了之后你小孩就得了天花 一定是那个衣服有沾到什么有毒的物质 然后又染过来 那所以黑死病他们理解是这样 货物或是人带来什么有毒的物质 去碰上了 接触到了 所以呢 他穿着密密麻麻的 戴手套戴帽子还戴面具 然后因为怕会吸到嘛 所以那个鸟嘴是他们的N95这样 就是 然后还拿一根棍子 为什么 因为他常常去检查那些货物 他不想用手去碰 即使戴着手套他还不想用手去碰 所以拿着一根棍子 讲到这里 各位有没有看什么 CSI这些影集啊 有 有 其实CSI那个是很不写实的 第一个当然是说 法医不会跑到外面 拿着枪到外面去办案 第二个就是说 你如果去看到国外那个犯罪现场的 这个现场影片 就是说真的 孙献中亚凶杀案 其实每个都包得像太空一样紧紧的 就是那种白色那种 无菌的 然后就面罩 你根本看不清楚谁是谁 可是问题是 这些都是大明星眼的 他们要露出他们美丽的面容 跟这个设计过的服装 我又是看到这个CSI 就是 里面有个金髮美女 麦阿密杰 犯罪现场 她还这样 漂亮 这样聊一下头发 那不是头发都掉到犯罪现场去了 这个怎么会做这种动作这样 所以 那这很不写实的 那应该是要包着这样子 就是 威尼斯的贵族在1348年 设立一系列临时委员会 他们第一个想办法就是 降低监狱的拥挤程度 定立埋葬的规则 不能随便乱埋 他们觉得尸体是有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有毒 他们不是细菌的概念 他们只是认为它有毒 所以要把它 埋葬要挖的够深 埋的够深 要埋在离住的地方远一点等等 那监狱拥挤 因为他们知道接触会传染 台湾现在监狱很拥挤 各位知道吗 台湾监狱很拥挤 因为台湾监狱关很多人 很多是为罪 其实大部分都跟所谓的毒品犯有关 那 监狱很拥挤 然后呢 他们睡觉的时候说 人贴着人睡的 很容易出问题 然后就说 其实监狱很拥挤 我们他会说 我们台湾人的观念就是这样 就说 像正邪这种人 或者像最近那个什么 宅男杀人 杀女友的这种 就让他关进去 然后被好好被整死吧 什么之类的 我们台湾很多观念是这样 可是这个东西是 让他得到阴受的惩罚 什么之类的 可是监狱越不舒服越好 可是这个东西 其实是会变成一个 公共卫生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这样很接近 就很容易传染疾病 尤其是什么 肺结核 抗药性的肺结核 各位知道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抗药性肺结核 它在欧洲流行的时候 跟什么有关 跟东欧苏联解体很有关系 东欧苏联解体 它们本来是公医体制 整个瓦解掉 整个防疫系统瓦解掉 然后苏联的监狱很拥挤 然后里面很多犯人 就是感染到这种肺结核 然后这些犯人放出来 就开始在社会散播 所以你不要说监狱几 稀后你们这些坏人最好让你们过难过一点 最好是每个人都贴着热天这样 在你好好争一下 让他们整理一下 很好 但是这个其实是会 这不是说 让他们住舒服一点 我们怎么那么好 而是说 这其实是会带来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的 王老师老师 你当初怎么猜得到是接触船 还是就是说 他们当初的体验说 就是说 反正就是不要靠近这些人 猜到接触船是说 他们想说外来的人工货物来了 然后后来就出现疾病 就有这样的怀疑 其实传染理论一直有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脏气论 空气传染 就是说腐败物质产生这种 或者说像瘧疾是什么 扶植土 我们后面还会讲 什么在阳光下照射 发出这种腐败的气体 那另外一种理论是说接触的 我生病了 我身上就带有毒素 然后你接触到我 或者你呼吸到我呼出来的空气 你得病了 那这两种理论其实 中心有模糊地带 因为我呼出来的空气也是气 但是就是说 基本上是有这两种理论这样 后来很多城邦都跟进 然后呢 开始设立专门的医院 有的是以前的 用来关麻风病患的麻风院 因为以前认为麻风是个脏病 这个圣经也在说是被 被神这个 说要隔离的一个疾病 所以 有很多麻风病院 后来用来收容这些瘟疫 可是呢 得瘟疫的人很怕被关进去 或者被怀疑得瘟疫的人很怕被关进去 因为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 那假如你 你只是被怀疑你可能不是 但是你进去了 跟很多这些人关在一起 你可能就出不来了 这什么建筑物 看起来像什么 医院 医院 看起来很像监狱吧 但它其实是一个pest house 荷兰的pest house 就是用来收容这个瘟疫病人的 隔离的 你看真的很像监狱 你看第一楼层都没有窗户 有没有看到 然后只有一个出口 对不对 只有一个大门 这边比较多窗户 第一楼层都没有窗户 因为怕你跳窗逃出来 然后 这很像监狱吧 因为今天电影你会看到 不是放风时间都在中间运动吗 四面都是高墙 然后很多情节就在那边发生了 对不对 那 这很像监狱 然后呢 这是什么 这是护城河的一样的 河流 然后只有一个桥通到外面 然后这两排是什么 树 树 为什么要种树 蛤 对 吸收脏器 水跟树都叫吸收脏器 但是水也可以就是说怕你逃 所以基本上像个监狱 那 各位知道那个灵印大道 巴黎 灵印大道像敦化南路 这个灵印大道 这种灵印大道其实最早是在巴黎 在那个 他们就是那个 巴斯基有那个重建 盖这种框敞灵印大道 我们就觉得灵印大道就是很美观 可是那个时代是有防疫的想法 就是说灵印大道很宽敞 帮助城市空气流通 因为疾病脏器说 觉得城市 他们那时候注意到城市卫生很容易得传染病 所以他们认为疾病跟脏器 传染病跟脏器有关 所以灵印大道 空气流通 然后那个树是可以帮忙进化空气的 还有开始检疫 在Lagusa奉合国 一个城邦 现在在克罗埃西亚境内 在1377年开始实施 来自疫区的人 30天检疫 就是说你是来自疫区 你要到我这个城里来 你不能马上进来 你要在检疫所住30天才能进来 或者是船来的货物 疫区来了 你要等30天才能 水手才能上岸 货物才能上岸 那后来又延到40天 那很多其他国家都使用 这个马赛 比萨 威尼斯 任内亚都跟进 简疫这个字 英文怎么讲 简疫这个字 英文怎么讲 Quarantine Q-U-A-R-A-N-T-I-N 有没有E Quarantine 有E嘛 这个 听过Quarter吧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Q-U-A-R 这个字 跟在拉丁文 在欧洲语言 其实跟四有关的 法文的事实叫Gahang Q-U-A-R-A-N-T-Gahang Q-U-A-R-A-N-T-Gahang 你们这边有没有懂法文的 有没有学过法文的 Q-U-A-R-A-N-T-Ga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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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事实 所以Quarantine 这个字是从40来的 40天 40天 这些成为日后公共卫生的一个雏形 国家开始介入公共卫生 我们常说公共卫生是49世纪的产入 我们后面会讲 因为49世纪工业化都市化 然后开始有公共卫生处理都市问题 可是很多这种措施 这种想法制度 是因为瘟疫而产生的 好 欧洲的瘟疫 我们要比较 先不讲的是跟美洲 美洲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说 哥伦布 所谓的哥伦布发现美洲 其实美洲早就有人了 不是哥伦布发现 就是哥伦布到了美洲 后来 现在美洲讲什么话 拉丁美洲讲什么 讲西班牙 巴西讲葡萄牙 可是他们本来是讲西班牙话 不是嘛 他们都姓什么 天主教 可是拉丁 今天的中南美洲 他本来没有文明 没有人嘛 不是吧 你听过阿兹特克帝国 印加帝国 马亚 你们看过阿卡坡大陶杀吧 那个电影 阿坡卡大陶杀 就是讲那个 他是讲马亚还是阿兹特克 阿兹特克那样子 阿兹特克对 其实这几个帝国 你看阿坡卡大陶杀 阿兹特克人跟印加人 其实都蛮好赞 他们不是讲 台湾话说 不是吃素的 不是肉鸡 可是呢 为什么那么被征服 西班牙人来的征服者 他们其实人不多 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而已 很多都是亡密之徒 据说那个征服 墨西哥 征服阿兹特克帝国 那个叫Cortez 他是因为在欧洲 他是个佣兵头头 据说他是因为在欧洲 欠了一屁股堵在 走投无路 然后知道想要到 拉丁美洲来发笔 横财这样 都是这类的亡密之徒 欧洲的坏分子这样 然后或是野心家 或者是那种想要 野心勃勃的人这样子 而且在欧洲人来了之后 到美洲之后 人口大量减少 原住民人口大量减少 早期的解释是这样 为什么西班牙人赢了 因为西班牙人船间炮利 就像英国人那么少 然后清帝国那么大 可是英国人来个一两万军队 就把清帝国打个落花流水 那片战争 西班牙人一定也是这样子 这个解释有部分的道理 因为 第一个美洲人没有铸铁技术 西班牙人有 他们穿着这种铁盔甲 西班牙人已经有枪炮了 美洲人没有 他们穿铁盔甲 美洲人的武器主要是弓箭 木制的加上石头的 或者是有一些简单铜柱的东西 不太容易打穿铁盔甲 可是呢 还有美洲人不骑马 美洲没有马 所以这个句话你觉得很怪 看西部片不是牛仔 占红帆什么都是骑马吗 其实那个马 你读过哥伦布大教会人就知道 那个马是西班牙人带来的 然后由马逃掉 变成野马 就从中南美洲一路往北跑 一路往北跑 跑到北美洲去 变成野马 那后来北美洲有些印第安部落 学会骑马 这些印第安部落 就征服其他印第安部落 变成强势的部落 所以等到英国人去到北美洲 就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对方也会骑马 那 为什么印第安人的人口会减少 因为西班牙人很快 你看都是野心家坏分子 然后呢 恒生暴裂 还动不动就大屠杀 然后强迫美洲人在一些 劳动条件很差的 矿场農场工作 导致他们人口大量减少 那可是减少是很惊人的 有人估计 有人口学者估计说 墨西哥中部原住民 在1519年有1500万 接触一个世纪之后 只剩下150万 只剩下十分之一 所以这是很急剧的减少 各位懂我意思吧 一般一个正常人口 像台湾说什么少子化 现在还是微幅增加 可是会这样急剧减少 表示很大的灾难发生 那比如说有人估计在1500年左右 整个每周有5000万到1亿 17世纪只剩下1000万 甚至不到500万 所以这很惊人的一个减少 为什么 那一个解释就是说 欧洲人带去新的疾病 是美洲人所没有接触过的 那没有接触过就没有免疫力 就好像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流感一样 他会一下子让这个人死了 就是说没有免疫力 没有抵抗力一下就死掉 那欧洲人带什么新的疾病过去 流行性感冒 前面讲到天花 麻疹 我们现在不觉得麻疹是很严重的疾病 可是对于没有免疫力的人来讲 是很严重的疾病 麻疹 然后那个伤寒 还有这个肺炎肺结核 那为什么美洲人对这些疾病没有免疫力呢 有集中解释 你如果读哥伦布大教会他的解释说 美洲人是从西伯利亚过去的 人类起源于非洲嘛 往外扩散對不對 那冰河时期西伯利亚这个白令海峡冻结 所以美洲人从西伯利亚过去 所以你看那个美洲原住民长得跟蒙古人 或者跟中国人都还蛮像的 有没有注意到 比较不像欧洲白种人 比较像黄种人 他们说从西伯利亚过去的 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很艰辛 所以身体不好的人都死了 有病人都死了 只剩下最健康的人过去 所以这些人身上没带什么病菌 那美洲这个新的环境也没有什么病菌 那你去看印第安人的记录确实是这样 就说他们很少描写什么疫病 好像是个天堂一样 那可是呢 本来这是一个福气 可是到后来就变成灾难 你没有疾病接触就没有免疫力 所以欧洲人来的疾病的话 完全没有抵挡能力 那钢铁枪炮乙细菌代蒙的解释是这样的 欧洲旧大陆又有很多物种被巡浮做加醋 牛羊豬这些美洲都没有 美洲最大的驼兽是用来 载东西的野生 那个加醋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弱马 弱马就是会吐口水的那个 那 然后呢 美洲人一个主要肉类来源的加醋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天竹鼠 它没有猪牛羊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欧洲人带过去的 那也没有马 可是欧洲人长期跟这些加醋接触 就有很多人畜共通疾病 所以农业是一个住 是一个福气也是一个灾难 我们说疾病都是人畜共通的 一旦开始农业你才会有这种累积 才会建立起一个所谓的一种大型的文明 可是农业带来人畜共通疾病 那因为他们 他的戴蒙有一些很复杂的说法 他说因为旧大陆面积比较大 物种比较多 比较多动物可以驯服 做加醋 第二个就是说 美洲的动物从来没见过人 那旧世界的动物因为跟人类相处久 知道人很可怕 所以知道要逃 那人类到美洲的时候 美洲很多大型暴虏的动物都傻傻的不会逃 就一下就被灭绝了 他从化石记录这样讲 那这是不是事实 我们不知道 就是说这是从化石记录来猜的 所以美洲少了人畜共通疾病 那 可是呢 这两个地方的命运 美洲会死了非常多人 可能比欧洲黑死病还严重 十分之九 那你如果去看阿兹特克帝国被征服的记录的话 你就会发现疾病确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哥伦布一到 他哥伦布到的时候是在加勒比海 然后加勒比海很快就是 原住民就开始大量死亡了 而且西班牙每到一个地方 前面的原住民就开始死了 为什么 因为他疾病船的比人到的还快 所以他的军队还没过去 很多地方就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 比如说印加帝国 其实是 当时是经过佩萨罗征服他们的时候 其实是刚他们经过内战 为什么 因为皇帝突然间死了 很多人怀疑是西班牙人带去的疾病 造成皇帝死掉 后来王子后来也好几个死掉 所以他们搞不清楚状况 就是说造成内部政治很多问题 阿兹特克的话是说 你如果有看一些相关史料 阿兹特克有神话说 会有神人从海上来 什么金法神人 所以西班牙人来他们有一次神人 就把他引到 就引阳入室 就把他们带到皇宫里面去 结果西班牙人马上就挟死他们国王 挟天子一令诸侯 然后就开始恒征暴戃 然后很多贵族被搞得很惨 然后贵族就起来反抗 就把Cortes赶出去了 然后国王在这个混乱当中 就暴毙了 就死于非面了 应该是被Cortes谋杀 但是大家原因不想 可是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 是在湖中间一个岛 其实西班牙人这些优势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 你有马你上不了岛 你还是要划船过去 可是西班牙人被赶出去之后 那个皇城马上就发生瘟疫 后来根本没有抵抗能力 武器的优势其实是一时的 因为后来就是 其实达到后来这些原住民也发展出 怎么对付马来的战术 所以疾病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跟欧洲的话 你可以有个对比 就是说欧洲在黑死病之后 它可以恢复 而且发展出很多制度 对不对 我们看到公共卫生这些 而且调养生息后来是文艺复兴 进入一个辉煌的时代 可是美洲原住民间 美洲这些国家原住民都少数 跟世界各地的原住民 都是最惨的 最贫穷的人口 然后平均寿命都比一般人口低 跟台湾跟澳洲跟美洲都是一样 就是原住民普遍的悲惨命运 那为什么会这样 阿斯特克印加帝国 为什么没办法恢复 那当然跟人为的因素有关 就是西班牙人后来的殖民统治 也还是有关系的 那今天这个报告就跟各位讲 就是说 我们看一个疾病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看到很多自然因素在影响 对不对 路快的隔离 有没有循养家畜 对不对 人口的成长 对不对 马尔萨斯循环 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说 这些社会政治制度跟反应 你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或者统治你 你到底有没有被殖民 这些对后来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好 讲到梅毒 这是梅毒的18世纪画了一个死掉 梅毒死掉的一个妇女的头 据说是禁 梅毒到后期的话 你看这个死草谷跟鼻梁谷都会被腐蚀掉 那这个我们就多说了 就是有人说是 每周回赠给欧洲的礼物这样 梅毒 然后格伦布跟他水手在那边胡天胡地的时候 就得了这东西了 可是这是19世纪画了 就是说 叫大家不要乱搞 他说你看这个风淤的美女 然后这个男的跟他一夜情之后就很后悔了 因为他看到他之前跟他搞的女人 得了梅毒 得了梅毒疮 这更夸张了 这个美女 这个男的跟他发生一夜情 出去加入千千万万得梅毒的人的行列 然后死神已经在看着他 可是很奇怪 这些图画都是 梅毒都是女传给男的 这反映有种性别偏见 其实早期台湾防治艾滋病的文献上 也常常是女的传给男的 可是你去看看 其实男的也会传给女的 不是吗 那你如果看台湾艾滋病 那个得病的 很多是家庭主妇 被先生传染的 先生到外面去嫖妓干嘛的 然后传给家庭主妇 这种很多 这种案例很多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疾病也可以反映出 这些图画疾病的这些呈现 也会反映出当时的偏见 那我们先讲跟交通很有关系 那破乱 我想这个破乱 我们今天就先不讲 各位自己读 从那个TPT跟补充教材去读 我们也许有机会可以再讨论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今天主要比较这个 从中世纪到early modern period 就是说从中世纪到大航海时代 两个重大的疫病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然今天上课的内容 那下礼拜是谈解剖学 我们下礼拜讲解剖学 然后我们的讨论内容 会跟解剖学有关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我们下屏 次见解剖学 看看剖学 读研究 有 programme